其實我是御甲46期工程官科 所以我當兵的時候 剛好是在這個營區當工程官 以前這個庫房 最早的時候是庫房 不過我當兵的時候 它是錦碧市 所以這個地方 以前就是關錦碧的這些阿兵哥 所以裡面都是隔著一小間一小間的 我那個時候曾經到過裡面 去看過被關的阿兵哥 那跟現在的樣子是完全完全不一樣 也很難想像說 它原本這個庫房的樣子 是長成這樣子 所以經過一個歷史修復的一個過程 也讓我們看到了 在更之前 當初剛設立的時候的 原始的一個樣子 我覺得是還滿感動的 因為跟我原本 所在這個地方當兵的 看到的那個情景是完全不一樣的 市立古基基隆要塞 市立部修復工程開工典禮 有更多的是 公園商人 以及製作建築 開о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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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日军只有三个重要据点 一个就是高雄 再来就是澎湖 一个就是我们基隆的要塞 设计师浅田新一 他当初是我们台湾总督府的工程师 所以这整个的设计 这两层楼的黄色的这两层楼 当初就是一个比较高规格 因为要希望能适合 这个我们基隆的宇都的气候 要塞圣经部其实管辖的范围挺广的 所以它是当时北部最重要的一个指挥所 包括奥迪 包括金山 淡水 甚至管道新竹跟后楼 当初在这边设立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它的重炮大队 日本非常有眼光知道说 在太平洋岛链这边 台湾这个重要的位置 那特别是基隆港 因为我们的煤矿也好 或是我们在地的这些物产也好 尤其是这个港湾 那所以要塞它就扮演起 这个重要的一个保护 基隆港的角色 安南桥以北只有日本人 日本军官 因为大部分都是日军的 这个军官的宿舍 那安南桥以南 才有我们台湾的老百姓 等于是为了供应 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活所需 才能居住在安南桥以南 那这个其实在日治时期 它是一个真沙丁 那以丁来讲 就让我们知道西门丁 那丁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区的概念 能够听到的 大概大部分一定是在云里 在光户营区这个地方 从里边有冰车 然后在三更半夜 或者是天要浮小的时候 这个一侧一侧的带着 因为这里是一个师部 能够那个以前旧的钢绍那边都占宪兵 最早的那个大门是在那一个地方 钢绍那个地方 后来才改成这个正门这个大门 以前都有宪兵在占卫兵 那除了说 我说他们偶尔有晚上开放电影 一个礼拜一次 其实里面也是真的很神秘 很少人能进来 让塞司令部历经了几个重要的时期 包括日治时期 国民政府来台以后 跟解研以后的自由民主台湾 我想对台湾人或是对国际观光客来说 它都是一个具有非常指标性的一个意义 这里过去一直都是戒严中的一个地方 甚至被列为不易遗址 戒备非常的森严 我小时候在对面长大的 我一直看着这里 大概进来的都是一些高阶的军官 他的气氛非常的肃穆 所以我们其实很希望这个地方 能够成为新的儿童乐园 就是我们不希望这样子过去的一个戒备的一个状况 一直延续下来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会有一些不同的历程 包括在戒严时期的历程 威权的历程 我们走向民主的过程中 我们其实是应该把这样大空间还给大家的 在行政作业上 如果涉及到公旗厨艺的部分 你们再把这个具体提报出来 我们团队的浮浪 你们有感觉我们都要处理得不好 帮我们翻译一下 配套措施也很重要 比如说小型 少部分的停车位 刚才说施工期间 该注意的事项 那每天你要注意这个 我们上下班或上下协的流动时间 配合这个时间 你们甚至要派专人来维护交通 在那个进出口的地方 我们希望它未来不要再是恐怖跟森严的一个地方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亲子客愿意来到这里 所以我们希望这里未来打造的是一个新的亲子的一个天地 中华民国109年5月5日即时 为市令鼓机基隆要塞司令部收复工程开工典礼 基隆市政府林佑昌市长率市府同仁 钱宏包括陈静平局长 以及现场所有的名字代表 竟被生果实传 前进 恭请众神诸佛 土地公 地基主 好兄弟 降福领寿 祈求保佑工程进行顺利圆满 人缘吉祥 一拜 祈求中华民国台湾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再拜 祈求基隆市政府市政昌龙 市民平安和乐 三拜 工程顺利圆满完成 吉祥不应 基隆最美在 这一次我们的整个大基隆历史场景的这些 再造的一个工程 这个是最后一个动工的一个案子 所以也是一个最指标的一个案子 那我们非常期待它未来完成之后 可以跟大沙湾的历史园区 以及在山上的这个需求园区 可以串接成整个这个历史囊带 更完整的一个风貌 另外因为它是一个军事的设施 然后又是一个简直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政府的一个办公的一个空间 所以你看它会有比较官式的一个回车的一个空间 公务车辆停留的一个空间 另外你看它的基座其实是抬高蛮高的 这个其实都是当初军事的设计上面的一个需要 那另外你看其实方方正正的 就是一副非常的威严 或者说非常的严谨的那种 给人的一种感觉 那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地方是一个禁忌跟禁制的区域 一般老百姓是完全不能进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把它修复之后 未来再利用 我相信对很多当地的居民 对这个地方的历史的记忆 也会有很大的一个连结 因为你要整体来整修 就要发挥很大的经费 经费主要是经费的问题 那你这个老建筑物你如果久不整修 一样会脱像个磁砖会脱落 天花板会掉落 这个会漏碎 这个都是有在基隆地区 好几台港 又有洞壁气 又潮湿很大 我在这边住很久 你如果房子久没住都会这样 那要有人住 然后要不断地维护保养 那才会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说有一阵子海型 搬到隔壁大楼已经盖好 他们这里没住了 就越来越不好 就会这样沉稳 这个大楼会渐渐损坏 所以文化集接手 我们市政府文化集接手是很好的 作为一个国际的港港口 希望能够迎来更多国际的观光客 那基隆是一个非常有历史跟人文底蕴的一个城市 西班牙来台湾以后 它就在世界的地图上 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位置 我们希望这些外国的观光客 来到这个城市 除了体验这个港口城市之美以外 也能够看看这些过去各种不同时期 留下来的一些历史建物 所给这个城市带来的一个不同的旅会 跟一个情境的营造 那未来的药塞司令部 我们会希望能够用开放空间的一个人文的设施 期待给更多民众能够欣赏 跟了解不同的时期 留下来的建筑的一个特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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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构就是完毅 就是指甲 现在还要把它完成成长 所以我比他们说这个厨包厨吧 建筑师跟他说 做这样就好 要让他参观说 看骨头啦 同样像传统的 孙头都照做 每个孙头都一定同样 这是架架的一个动架 在组合起来 组合起来 尽量保留旧的 如果旧的有不开始用 我们再来用新的代替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的 日剧时代的行架系统 那行架上面有非常多精美的 这个笋头啦雕刻啦 什么这些事情 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有一个灵感 把一个旧的空间 组装在一个相对新的 光复后的 一个不起眼的房子里面 让它们碰撞出 新旧共构的一个火花 对 将来进来以后 这个历史情境 是我以前没办法预期的 组完以后 获得另外一种经验 这种新旧共构的这种设计理念 将来好像是值得推广 就是这个旧的空间 那因为不把它全部组回去 我们反而可以看到它 原来的本质 就是它的躯壳 筍头 将义 组装的过程 还有它里面 手摸着到的历史的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边 展示空间里面 故意 把那个墙体 内部的骨架 做在这边 另外外部的装修 做到外面 那通常如果你修完了以后 内部的骨架 你没有机会看到 有非常多就是做一半 还有很多裁剪的那个大小的筍头 刚好一个公的一个母的 然后要合不合 就是让大家去体会它怎么组装起来 修复史料展示是 我认为每一个骨极 都应该要做这一个过程 将来如果带着小朋友 带着年轻的抉子 或者对文史有兴趣的 到修复史料展走一圈 他就知道 原来这种历史的建筑 它以前是怎么做出来的 而且它里面用的手法 手工 它的那个原来的设计者 原来的施工的将士 他们怎么共同做出 这么有趣味的 非常有深层的魅力的 我手上摸了这个 这是一个筍头 它一个公的一个母的 它是为了一个长条的构造 不够长所以它用接的 这个筍头 是我手上摸的就非常感动 我就觉得这个师傅的将义 有传承上千年的将义 窗户 我就觉得怎么样把它 把它的魅力显现出来 再利用它的窗户 跟这个邪称的构建 跟这个 把它重组成这个里面 让它重新变成舞台的亮点 那配合我们的解说文字 来说明每一个筍头 它的意义何在 基隆潮湿多雨 所以要塞四应部 它当时锈食的非常严重 然后均裂 来 放去 随着时间的一直演进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后面要修复的 不管是项目还是它的经费增加之外 有一些隐蔽处打开 比方说我们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头 它本来是被涂上了层层的油漆 但是在修复的过程当中 它拨漆之后发现下面居然是瓷砖 那个瓷砖又跟现在我们看得到的 户外的墙面的13面勾纹砖又不太一样 那这个过程到底那个要保留 还是直接再把它漆回去呢 这些过程都需要被讨论 讨论就是需要一段时间 那时间又是我们很大的敌业 我们进来的时候 拆掉一些国君后期所做的房子 那拆掉以后 我发现他拆了旧的砖头 居然他用的是日本时代的旧砖 就是国君利用日本人的旧砖 来建了一个国君的银色 那国君的银色当然我们拆掉嘛 拆掉的话发现这个旧砖上面是T-R砖 这个T-R砖在当初是叫 台湾链瓦卓士会社 叫做台湾链瓦 这个是日本人引进的一个 近代的机器砖的高级的砖 所以我就很小心地 叫他们把旧砖全部捡起来 然后用喷砂工法把它表面 显示出它的一个红砖的趣味 然后这些旧料不要丢掉了 所以我就要他们想办法在这个铺面上面 每个地方都显示出它的这个砖 跟砖怎么组合的这个状态 历史环境的建构啊 找到旧的材料 旧的环境充分地把旧料再利用 发挥它最大的功效 然后它本身就有美学的价值 也有历史的感觉 要塞制定部有军方所进驻驻驻驻的时候 他们修了很多的军列的位置 军列的位置呢 他们当时就是用很简单的这个 Aposte灌注法去把它灌注焦制 对现在我们来修 怎么样可以降低这个 很像一个疤痕的一条裂缝的修补 就是前期修补的每一条裂缝 试做之后觉得可行 回来再重复讨论 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 那哪一些要再去做这样的一个美化 那这个明明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是不是要这样做 因为NAP在我们原来的工项里 但是为了未来长远的一个文化资产的修复 或者是说它的再利用的风貌 我们后来还是决定要处理 所以你们没想到这些酒 到底是要用什么的酒 也做出这种好够 它原来这种石头 可能有一部分还是有一点这个 不过我看起来它没有上到灰 这 quand没用的 这是什么隔壁 这个剩四五年的 那我们是用到六五年的 这次隔壁 这持续鲁 鱼肉 口感 卖干净 漏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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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